在文件回到現實的文化部 中央協助地方生理 地方文化關於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 在1990年交流和選擁的目標 國務上的基盤到台灣、加義、日本、 挪威的跨國論壇 並用外國的代表和台灣代表來精減交流分享 當時基盤未來發展到文化創意生業的經濟 文化不是說只有默默的做而已 文化就是應該像 像千流化一樣要向下扎根之外 還有向外發生 就是要將加義官政府整理來對 台風文化館的經營和努力來進行雙用和交流 文化關公共特別基盤到 看地獄的國際論壇 有邀請四位日本、一位挪威的文化三個學者 以及國內各台風文化館的代表來參加 文化關公共表示 國內推動生理台風文化館 也要用十幾年的時間 不然有不錯的性質 未來經營我們開創的文化創意生業的經濟 文化應該會越來越多人會去關注我們跟這一塊土地的關係 所以也許你走在香港或是走到其他國家 但是你看它很美 但是它那塊土地跟你的關係沒有那麼強 所以為什麼我們到其他國家的地方 看到很漂亮的建築 那就會想說我們的故鄉有沒有啊 那看到很好的美食 那就想說我們嘉義有沒有 不過我們嘉義建築我所知道 因為我過去也在那邊服務過 張縣長他們對嘉義說他推說我們是嘉義人 非常不錯 也就是一種在體的認同 我想這個地方文化特色也從這個地方來出發 那我所了解18個鄉鎮有9個鄉鎮已經有文化館了 這個是在其他縣市來講我們是非常的良好的一個現象 推展之後就有一些文化創意產業會慢慢的進來 會開始有一些產業的發展 那麼產業我們就帶來這個經濟的提升 這個也是文化其實不是跟外界非常隔離的文化絕對不是這樣 文化要跟社會要跟生活甚至促進產業 教授參加論談的文化部專門委員長會主表是 文化部的前身是文件會 對民國90年開始提出台風政府 推動到台風文化館的發展 不正是進行到結果的第二期 立法座的館市也包含到嘉義官 其實一個計劃的推展跟一個地方無關的經營 其實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中華人計劃裡面 我們也在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在經由這樣的一個交流 不僅是我們可以了解到國外的一個發展的趨勢 那國際的朋友也可以了解到說 台灣現在在地方的一個力量 正在蓬勃的一個發展 這段跨國論壇就在邀請國外的文化學者來演講 當時新港文革基金會的鄧金鎮 伊蘇也代表台灣嘉義來分享 新港遊客新華款的發展狀況 當時主辦單位來請 參加的林館提供到新港遊客新華款 請受漢堡的文化新華款 來感受到嘉義官的電風文化 社群新聞國的本庫 由雄鴻明雄兄 蔡鳳報道 就不願意 公布 是 谢谢大家